她为了拍那个爱情片 怕那个男生不够投入 她直接去追她 既然这件事情 发生在这身上 就是我小的时候 就是很不会表达的一个人 后来我有听另外的朋友说 就说另外一位成名的女演员 我不说是谁了 她说她可以在五分钟之内 让大家知道她的优点 比如她怎么表达的 也不是 就是说人家会展现 就倒不是说唱歌跳个舞 但关于她的特色 是吧 关于她这个人 她可以表达出来 具体怎么表达 人家没跟我讲 但我听懂了这句话 那对我来讲 我说天哪 我50天可能也没有办法 去表达出来 但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 那谁会给你那么多的机会 比如说你见一些 真的会好的导演 对吧 对 刚刚就讲了两方面的 一个是导演 怎么就说服演员演他的戏 一个是演员 怎么说服导演挑战 对 导演怎么说服演员演唱的戏 就是王嘉卫最厉害的 他能够 那个演员可能演一长期 但是他把整个一身 那个角色讲给他听 那整个角色说 他对这个角色非常深刻 我要去演 这把这个演员 就已经可以弄到了 第二个就是 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跳演员 都是比较新的 年轻的 然后走进来一个是怎么样的 他一来 拿着六张纸铺在地上 就是说这是六个角色 六个我都想演 我能一个一个演给你看吗 很久准备 太厉害了 你一看他演的时候 你就觉得不能放过他 就是会很感动 对啊 他做那么多的功课 我觉得 很积极 对啊 对对 你就知道 他一直会把自己演好 随便一个角色 他会珍惜 没错 这个是随身厅 它里面有音乐什么的 这样没吧 可以吧 那个粉红泡泡 可以的 哥停停止 我看不到我们的 停止吧 哥 是吗 要呼脸上吗 那我我这样 我朝这吧 那无法呼吸了已经 你有小名吗 我我小名不太能听 所以我这个名字不是非常的 没有我就想 因为因为毕竟是 对吧 那你肯定要叫一些 就是可能 别人会很少叫的名字吗 二狗 我先散了 我们沉默吧 真的 可以 我想喝咖啡 喝咖啡 买 哪有咖啡店 哎 师傅可以停一下不 哎 可以 稍等我一会 好的 我去研究一下 好的 他甚至下车前没有问过 我要喝什么 他就这么 这么自信的走出去了 这是卖咖啡的吗 咖啡我看看咖啡在哪 咖啡 这个 我们来偷偷给乐乐老师买一个蛋糕 我的咖啡呢 买完了 上车吧 我给你交换一个蛋糕 给我们俩买了蛋糕 嗯 谢谢 不客气 他没有那个 什么冷碎 因为咖啡店在那边 是吗 那我再给你去捕鱼的 不用了 别别我去我去我去 我去必须去 你好 呃你们这有冷脆吗 那就 没事 热的吧 常温咧 行吗 我不要太冰 谢谢 平好您要的美事 你还真买过来了 那交换一下 我常温的 刚好我现在有点冷 谢谢你 我还真的从来没有野餐过 我就是都是看别人野餐 你野餐过吗 我没有野餐过 所以你也是第一次野餐 第一次野餐 哇 我们画什么呢 我们互相画对方吧 可以 可以 你选个颜色 我选 你 你选个吧 ok 那我用这个颜色画画你 来吧画画吧 我这质都给我画上去了 我看看我看看你的质 我看你的质 可以了 哼 你看啊 你这个 你这有个质 鼻头质就叫 是吧 哎 不要笑吗 我很认真的好吧 ok 嗯 可以吧 展示一下 当当当当当 非常完美 我是觉得 我还有一个问题 也想问问大家 我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大家 演这种爱情片呢 一定是 那个爱情谈得很深 因为生的两个人好像真的本人在谈恋爱那种 会不会 假戏 对 假戏真做 对 我在那一刻会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自己都没有那种感觉的话 那观众感受不到你的真情 那当时也是在那个角色里面的爱的那个对方 因为有时候在戏剧里面他永远都是完美的嘛 那其实跳出来一卡以后他就本人了 然后就 嗯 那这种还挺多的 对啊 这种还挺多 但是以前我听过一个前辈跟我讲 他为了拍那个爱情片 他那个男生不够投入 他直接去追他 让他感觉他真的在爱情 然后戏拍完那天 就跟着 哎 醒过来了 戏拍完了 你不要以为我真的爱你了 既然这件事情发现在这身上 哦 哦 哦 那新闻女男的时候啊 他跟一个男生是接避一个比较新的新人 新演员 他哪敢跟他演戏啊 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演 追他 我跟他吃饭了 让他感受到我跟他那种爱 但是又不是两个人吃饭哦 我的一般人吃饭 我都组织了一个饭局 因为我在戏里面是很凶的 我怕他在那个拍戏的过程中会紧张 所以我就特别地照顾他 在片场里面我就叫他爱粉笔笔 爱粉笔笔这样 就讲了他放松嘛 对 然后让他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其实在男生 就在我的角色里面 我跟他沟通了差不多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他才突然有一天 没有那个墙 嗯 这个 亏你想得出来啊 对啊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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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